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时节呀不是很好 因为铜关古城这个景点呢 它没有开放 所以说我们只能在这个铜关古渡口这儿 给大家大概拍一下 铜关古渡口这儿呢 它有一个铜关古城的一个城墙遗址展示 那么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具体进去了解一下 古代的城墙在用的一些材料 跟现代到底有什么区别 跟着我的镜头往里走 那么从这个大门一进来呢 咱们首先能看到这么一堆乱石 这是位于整个展厅的一号坑 为什么叫它一号坑呢 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从地底下这样挖出来的 看到没有看呀周围 都是从地底下这样挖出来的 换句话说 这就是出土文物啊 虽然说摆到这里非常不起眼 也非常不值钱 但是我要说但是啊 这种东西呢是 中国古代建筑当中非常重要 也用的非常频繁的一种建筑材料 大家都知道古代人建这个造房呀 还有这个技墙的时候啊 它是用不到这个水泥的 因为当时候没有 怎么办呢 它专与专连接用的这个粘接材料 到底用什么呢 就是用的我面前 咱们面前这堆乱石当中 含量非常高的一种材料 叫糯米石灰浆 那这个材料呢 就是糯米石 糯米石呢 它是糯米石灰浆 然后的一个 一个一个产物 就像咱们现在用水泥做的 这个水泥冬子一样 糯米石灰浆呢 在古代城墙当中 或者在古代民居 以及皇家建设当中 它技墙非常重要的一种材料 它是用这个糯米浆 糯米水浆 还有这个石灰浆 再加上这个白帆等等 还有其他的东西 然后结合制作成的这么一种材料 非常耐磨 非常耐分化 非常耐用 所以说这就是古人啊 他的一个聪明智慧的一种集中展示 他可以把吃的东西 还有建筑用的东西 这样结合起来 然后把它做成一种建筑材料 非常了不起 那么讲完一号坑以后呢 咱们又来到了第二号坑啊 这个坑里面展示的东西呢 就是咱们经常能见到的一些砖 这也是很多的建筑当中的一些主材料 这里呢 分别展示了三个时期的砖啊 第一个我们最中间的位置啊 我们能看到是咱们现在 现代的一些红砖 旁边呢 是这个民国时期用的蓝砖 相对来说比较规整 然后再旁边呢 就是古代城墙上用的这种 蓝砖 明清以及明清以前城墙上 会多用这种大块这种蓝砖啊 咱们说这个蓝砖呀 它有分大块以及小块 它主要是建筑用途不一样 这种大块呢 我们经常在这个 城邑的城墙 以及长城上面能见到 那小块这种蓝砖呢 它主要是房屋建设当中用到 咱们这里呢 主要说一下这个红砖跟蓝砖 它的一个主要区别啊 咱们经常在古中国古代建筑当中 能看到这个蓝砖 而经常在现代的建筑当中 能看到这个红砖 它的主要区别在于哪里呢 第一在中国出现的年代啊 它是不一样的 第二 它的制作工艺有本质性的区别 但是同样相同点 它的取材 它的原料它是一样的 好多人在这个上面啊 它有异议 其实也不用有异议 确确实实啊 它的蓝砖跟红砖的 它的这个取材原料 它是一样的 咱们首先来说它的这个 在中国本土出现的年代啊 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也有红砖 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啊 红砖在中国有史以来 第一次记载到它的是什么时候呢 是在明末的这个 荷兰人占领台湾以后 在台湾第一次出现这个红砖建筑 这是我能看到的 我能查阅到的一些资料当中 第一次记载这个红砖的一些实际资料 那么蓝砖呢 就很多了 蓝砖在中国古代大部分建筑 都是用的这种蓝砖 这是说它的 在中国出现的年代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在制作工艺上 有个本质性的区别啊 它的相同点就是 它的取材以及原料都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点就是在制作过程当中 它的工艺是不一样的啊 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说它的温度啊 蓝砖的烧制温度呢 将近1000度左右吧 那也有800度 也有800度的蓝砖 也有1000度的蓝砖 可以确定是 越高的温度烧制出来 这个砖呢 它是越耐用的啊 红砖呢 它是1500度之下啊 的一个产物 红砖至少在1500度啊 记住大家说 记住我说这几个数字啊 那么还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一个蓝砖比红砖 多了一套工序 蓝砖呢 它在所有烧制工作完成以后 它最初的颜色 它是一个红色的 蓝砖呢 它在烧制完成之后 其实最初的颜色也是红色的 但是它加了一道水冷的工序以后 就变成蓝色 这是因为它里面 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 泥土里面的大量的铁元素 它跟空气当中的氧气 然后产生化学反应以后 生成了氧化铁 氧化铁的颜色就是红色的啊 然后水冷完以后呢 里面的氧化铁就转化为氧化亚铁 或者是四氧化三铁 氧化亚铁跟四氧化三铁呢 它的颜色是呈现蓝色的 所以说 它的烧制工序决定了它最后的一个颜色 好多人都说这个红砖跟蓝砖呀 它的这个耐用程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我完全不同意的啊 它只是制作工艺有所区别而已 还有它烧制的两种窑也是不一样的啊 蓝砖呢 它是比较封闭的这种窑 红砖呢 它是这种呃 呃什么 这种莲窑或者是这种龙窑烧制的啊 两种的区别 为什么现在红砖比蓝砖要用的多呢 因为红砖可以批量生产 而且生产效率更高 而蓝砖呢 它只能一摇一摇的烧制 它就像烧制瓷器一样 只能一摇一摇的烧制 每个摇它是封闭的 明白吗各位 所以说它的主要区别呢 第一出现的时间不一样 第二呢 制作的工艺不一样 嗯 它的这个制作的这个原料呢 都是一样的 怎么看完这个二号展坑呢 再大家看一下三号展坑所展示的这些东西啊 三号展坑展示的就是以前同观古城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构建是一个石台机啊 大家都知道啊 看过这个古城墙的或者是看过古城墙遗址的人都会发现啊 钻结构下面呢 它有几层这种条状的石台机 这个石台机啊 也是中国古代成员建筑当中非常重要一个组成部分啊 我再往这走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石台机这个上面呢 它有这种类似于迎镜状的这种凹槽 这个凹槽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到一个中国古代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种工艺叫什么 锁蟒工艺啊 很多人就要问了啊 这个锁蟒工艺应该是用到这个木头与木头连接的这种工艺 它怎么会用到这种石头上来呢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啊 这种大型的石块中间啊 它是没有什么 没有咱们前面讲到这个粘接材料的 因为呀这种石块往往质量是非常大的 一旦发生松动以后 这种粘接材料呢 它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所以说他们直接连接呢 就必须得用一种更加牢固的啊 这种构件进行 对这个粘接材料提起替代 那这个这个时候这种松绑结构呢 就用上了啊 这种松绑结构呢 它里面放的是一整块的木头 或者是一整块的铁块 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啊 叫燕维松或者是铁质银定松都可以 它里面有的放的是木头 有的是放的铁块 那木头是怎么放进去的呢 木头就是提前把那个槽开好以后 压上一整块木头啊 它中间可以有缝隙 但是压完木头以后呢 在上面浇一些水 这个木头呢就膨胀 膨胀以后呢就两块 这个石头直接连接的就非常紧 那铁这个铁松又是怎么加进去呢 按理说铁松应该更结实嘛 对吧 所以说铁松加的时候呢 它是什么 它是先把这个槽也是一样 开好以后呢 在现场融化到融化这个铁水 融化铁水呢 把这个铁水灌进去以后呢 它就形成了一整块这个铁块 它中间连接的也是非常紧的 铁块跟木头呢 它各有优势啊 木头安装起来相当比较简单 铁块呢 它比较复杂 但是它比较耐用一点 这种工艺呢 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工艺 包括咱们所熟知这个 卢沟桥上面 用的这种工艺是特别特别多的 所以这也是咱们 中国古代这些将人们 在施工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聪明智慧的一种集中体现 cultivation 顾 lunar 五 用手 手 劲 这是 making